坏的胆固醇使你的血管容易有阻塞现象 摄取好的胆固醇可预防冠状动脉钙化 大家好,我是Dr. Lee 让我来关心你的健康 胆固醇就一定不好吗? 看来大家都误会了 坏的胆固醇被称为低密度脂蛋白LDL LDL将肝脏制造的胆固醇再送到血管里 然后提高血管壁狭窄于硬化的风险 10米的血管容易有阻塞现象 而好的胆固醇也被称为高密度脂蛋白HDL 可将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再送到肝脏进行代谢 预防血管硬化、预防阻塞 此外,胆固醇也可以用于产生荷尔蒙、人体细胞、胆汁等等 而Omega里含有高浓度的Omega 3脂肪酸Omega B 一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营养素 来提升好的胆固醇和降低坏的胆固醇 从而减低患上冠心病的风险 和维持良好的心血管健康 除此之外,Omega里也含有 MinaquinoGo维生素K2和维生素D3 可预防冠状动脉钢化 减少冠心病的风险 在此呼吁大家 摄取好的胆固醇 才是保护心血管最有效的方式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 i wonder师傅 i wonder师傅 我们有什么疑问 PEG D